见到第一线 第3522章 游方郎中的一点线索 进酒不吃吃罚酒 白纸眼神悄然变得冰冷摄人 在其身后 则有一株梅树摇曳而出 无数鲜红梅花绽放 随着白纸玉手一挥 漫天梅花飞洒 恰似落荫缤纷 在半空中 便化作无数鲜红如血的剑气 全都朝苏义斩去 这是道祖境的一击 在这凡俗之地 都能轻松把异国之地抹除 是真正地打破了凡俗规则 任何下午经大修士 别说挡住这一击 仅仅只这一击散发的气息 都能把它们轻松碾碎 黑狗毛骨悚然 苏义却不慌不忙 轻轻一拍腰盼地斩到葫芦 哗啦 一片混沌光雨斩出 这三千丈天地笼罩的紫色 大道力量 堪比一座牢笼 可此时 被困这座牢笼的苏义 和黑狗脚下 却被劈出一道裂缝 苏义和黑狗的身影 齐齐从裂缝中消失 一如逃出了牢笼 白纸那一击顿时落空 他俏脸顿便 那覆盖三千丈天地的紫色大道 乃是定道者所赠的一块秘符所画 秘符名唤两戒符 能够在凡尘之地开辟出独立的介遇 让自身修为不再被压制 而最神妙的是 任何被困在其中的敌人 则依旧不可避免地 被凡尘之地的规则压制境界 之前所上演的一切 就是此幅的妙用 可白纸万没想到 苏义手中的底牌 不只能惊动鸿蒙天狱的周虚规则力量 还能轻易凿穿两戒符所画的御剑 哄 同一时间 已杀出生天的苏义挥动直尺剑 再次朝那三千丈天地斩去 天穷的周虚规则又一次被触动 垂落一片绚烂的紫色结光 苏义和黑狗转身就远远避开 这可不是借用的周虚规则力量 而是周虚规则被触动后 引发的天法 咔嚓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那三千丈天地所覆盖的紫色力量 就像一座小世界炸开 四分五裂 关键时刻 白纸的身影 第一时间挪移闪避 这才显之又显地 避开这一场天灾 可这一瞬 却有一抹剑气突兀展来 在白纸的身影还未站稳时 就将它整个人劈飞出去 那曼妙的身影上 都出现一道血淋淋的剑痕 而一只黑乎乎的爪子 墨地从天而降 砰的一声 把白纸整个人按在了地上 白纸反应过来时 一张满是宁笑的狗脸 已映现在它的视野中 它这才意识到 那黑狗踏在了自己身上 老妖婆 你怎么不逞能了 黑狗激笑 张嘴喷了白纸一脸口水 白纸又是恶心 又是羞愤 气得浑身都在颤抖 没了两戒符 它那一身道祖境修为 早已被打落凡尘 重新压制在下午境 若非如此 断不会这般狼狈了 不远处 苏毅飘然走来 道 别杀它 毕竟是白竹的妹妹 把它活情 以后交给白竹处置便可 黑狗道 俺听义父的 说着 它正欲把白纸一身修为 彻底禁锢 却冷不丁被苏毅一把 抓住脖子 而后 身影不受控制的 和苏毅一起 朝远处急速避开 哄 几乎同时 在白纸身上 竟有一道雪光冲销而起 仿似凿穿了一层 无形的时空戒壁 带着白纸整个人 凭空消失不见 苏毅一眼看出 那雪光贯通了 仙凡壁障 像一条时空隧道般 让白纸一瞬间 已逃到了混沌之地 刚才若不是它反应快 把黑狗带走 黑狗极可能也会被 那雪光带往混沌之地 它竟然就这么 打破了仙凡壁障 黑狗气急败坏 苏毅道 它或许做不到 但它若拥有 定道者所赠的宝物 自然可以做到 说话时 它一步登天 目光穿过 那无形的仙凡壁障 看到了 另一侧的混沌之地 那是一片 混沌雾矮弥漫的山河 充满原始古老的神韵 白纸立在其中 身后映现出一株 血色染成的梅树 直压参天 绽放无数耀眼 瑰丽的梅花 那每一朵梅花 皆飘落如瀑布般的恐怖大道法则 那是属于始祖级人物的大道法香 只不过 此刻白纸那精致如少女般的面容 一片铁青 眼神深处 竟是浓烈 如然的杀鸡 似是察觉到苏毅的目光 白纸先是一正 旋即就意识到 苏毅这个命官 明显也有着窥破 先凡必杖的能耐 当即 白纸再按捺不住 死死盯着 立足在凡俗之地的苏毅 咬牙说道 下次再见时 我必让你生不如死 苏毅笑起来 只轻轻说了一句 我等着 便转身和黑狗一起离去 一人一狗 身影很快消失不见 白纸却由自怒不可遏 气得浑身直哆嗦 他亲自出手 且只掌两戒符这等底牌 却依旧失手了 最可气的是 之前差点就一命呜呼 惨死在那凡俗之地 阴沟里翻船了 悄然间 一道低沉冷冽的声音响起 便见那混沌般的山河间 大步走来一个身影昂藏的光头男子 男子一身陈旧兽袍 骨骼粗大 有黑的肌肤上 布满天生的奇异道文 随着他出现 就像从混沌中走出的一头绝世凶兽般 身上散发的气息之盛 让天地为之振战 怎么 你这是来看我笑话的 白纸眼神冰冷 光头兽袍男子名叫卢企 和他一样 皆是定道者的手下 本身就是一位混沌出足 不至于 如其一手抚摸着光头 露出一个憨厚的笑容 我只是想提醒你 想吃毒食 也得掂量掂量自己的能耐 若坏了定道者大人的事情 你该清楚 后果会有多严重 白纸欲容一阵变幻 敏唇不语 如其则继续道 之前 你已打草惊蛇 接下来若再一意孤行 可别怪我去跟孙大剑先告状 白纸顿时满脸怒容 这次的行动 后果由我承担便是 如其笑容憨厚如旧 承担得起吗 被他目光盯着 白纸也不由感受到扑面的压力 心中顿时凛然 他脸上怒意 背抹甜美的笑容取代 语气柔婉 带着一丝歉意 如道兄 我知道错了 接下来我听你安排行事可好 如其一声冷哼 你最好像你说的一样听话 他目光呼得一扫远处 你们也出来吧 顿时 两道身影从远处走来 一个身着黑衣 满头青色长发 手握一只碧绿竹笛的男子 一个身影恶娜的白衣女子 浑身拢照在一股冷寂幽暗的毁灭光影中 赫然是神木禁区 主宰青玄出组 万雷禁区 主宰画影出组 可在鲁奇面前 这两位主宰人物 却显得很恭敬 主动上前见礼后 就立在鲁奇身后 白纸皱眉道 你这是想做什么 鲁奇眸光深沉 道 既然要杀那苏义 就不能不做万全的准备 要玩 就玩一出大的 白纸思意识到什么 你难道想调遣九大生命禁区的主宰集人物 和你一起出动 鲁奇摇头 这混沌之地的九大生命禁区中 愿意听从定道者大人调遣的 大有人在 可愿意听从咱们调遣的 可不多 说着 他懒得再解释 直接道 你跟在我身边 以后自然明白 东土神州繁俗之地 一艘正在赶往中土神州的宝船上 没想到 那老妖婆 竟然是冲着混沌五行本源来的 黑狗蹲坐在那 唏嘘道 还好一副神威盖世 轻而易举之间 便化险为夷 大大挫败了那老妖婆的威风 苏义懒洋洋躺在藤椅中 一边饮酒 一边私存 都懒得搭理黑狗 这次的经历 谈不上凶险 却让苏义意识到 在接下来赶往中土神州 往生国的路上 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 当定道者那些手下再次出手时 也注定非同寻常 而苏义在私存的 便是如何化解这样的危险 许久 苏义掌心一番 拂朽剑鞘 以拂现而出 他静静端向着 这把曾吞没一口气 运到剑的剑鞘 却感知不到任何的不同 就仿佛和以往一样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可经历之前的事情 却让苏义明白 手中这把由中庙倒数 一节本源之根炼制而成的剑鞘 便是寻找到 混沌五行本源的关键所在 罢了 等先去削减的故乡走一遭之后 再考虑混沌五行本源的事情 也不迟 苏义做出决断 这一天 天秦国 云安城 魏南苏氏 一个游方郎中模样的 轻瘦男子 静静地立在魏南苏氏一族的府邸外 可惜 来晚了一步 直至暮色降临时 轻瘦男子轻叹了一声 也只能先收集一点线索 以待日后再用了 他悄然伸开右手 掌心的纹理悄然变化 竟交织成一方血腥炼狱世界 隐隐约约可以看到 在那血腥炼狱中 似有一道高大身影 在黑色莲花上主件立 骨瘦铃巡 披头散发 没有任何人知道 当这郎中模样的轻瘦男子 掌心收拢时 魏南苏氏族长之妻身上 已悄然少了一滴惊血 这 就是他口中的一点线索 就像我一滴忍血腥炼狱 就像我一滴忍血腥炼狱 然后再用了一滴忍血腥炼狱